大孝子小猪梁将会与蜘蛛妈妈大战300回合 你从没见过的蜘蛛傀儡也将加入战场 故事发生在蜘蛛妈妈的大本营 蜘蛛妈妈一声令下 成千上万只蜘蛛立马排好队 妈妈嘴里发出紫色的射线 直接给迷宫开了一个大洞 接着蜘蛛妈以惊人的速度爬出洞外 这时小猪梁还没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他在森林里到处闲逛 看到什么吃什么 突然远就传来巨响 蜘蛛一只巨爪吵了下来 蜘蛛妈妈的能力词居然是要拉巴了五倍 简直是力天的存在 小猪梁二话不说柳头就跑 蜘蛛妈妈以惊人的速度紧跟随后 他锁到蜘蛛趁草不伤 小猪梁不停的呼叫并列一时 却得不到回应 估计是蜘蛛妈妈把信号屏蔽了 接着蜘蛛妈妈喷出破坏死光 关键时刻 空间转移魔法生效 小猪梁回到了迷宫 可刚走没几步 又遇到了成千上万个兄弟姐妹 小猪梁被吓得半死 五只超级蜘蛛怪 同时从头部碰出蛛蛛丝 另一只更是直接咬住小猪梁 小猪梁使出第一次攻击 勉强争夺开 接着他一路狂斑 突然上方掉落一只面目猙獰的傀儡 傀儡一个剑刃风暴 直接砍断了小猪梁的前爪 接着傀儡大刀过苦 现在前有傀儡 后有超级蜘蛛怪 小猪梁这次真的是插翅蓝飞 超级蜘蛛怪碰出素条蛛丝 边倒小猪梁 小猪梁被略得遍体鳞伤 关键时刻小猪梁使出了大招 趁着攻击产生的毒物 小猪梁想逃到中城 却被超级蜘蛛怪挡住了去路 小蜘蛛门使出了万箭齐发 幸好小猪梁用黑暗弹全部抵消 但此时超级蜘蛛怪 已经将小猪梁重重包围 原来这是幻觉 小猪梁正得意的时候 傀儡用猪师操控超级蜘蛛怪 重重的夹下去 小猪梁被压得上头爸爸似的 关键时刻小猪梁发动死灭血眼 将超级蜘蛛怪消灭 消灭后小猪梁便升级 治愈了全身 最后他将其他蜘蛛全部传送到岩章里 很快一顿丰盛的火挖就完成了 庞大的经验让小猪梁达成了进化条件 小猪梁即将进化成为不死之后 那么本期内容先到这里 我是曾湘君 我们下期继续 小猪梁表示 小猪梁合声